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好我们讲呢 在今天外电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是在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了之后 现在扬言要报复的普京 真的有动作了 今天一个最新的画面 现在要看你来在基辅这边爆发了 爆炮火连环爆炸的场景 这个地方我们等等要先带你来看 这个画面就是在目前乌克兰境内 说全境有三个地方 包括了基辅 包括了尼古拉耶夫 还有就是在加坡罗瑞附近 都有传出爆炸的声响 甚至在今天传出 泽伦斯基的办公室也被炸毁了 但是当时泽伦斯基人不是在这里头 那后来他有发言谴责 他认为疑似是普京要对他 发动了斩首行动 那么截至目前为止 说已经确定最少有17个人被炸死 那泽伦斯基的讲法就是 俄罗斯现在想要把乌克兰 从地球上抹去 双方的一个最新对决的战事消息 好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样一件事情 回过头来就是当时 10月7号普京生日 好说是70岁大寿 结果在当时克里米亚 就发生了大桥爆炸事件 卫星图曝光 发现桥面整个断成了四截 所以让普京赶快召开一个 联邦安全会议 只指这个就是恐怖袭击 来威吓他们的 这就是乌克兰情报部门干的 好 目前乌国方面怎么样来回应 总统府办公室这边讲 说这只是一个开始 还有他们的国安局 甚至说大桥在美丽的燃烧 好 虽然都没有直接的承认 但是这样的讲法 大家就讲是要嘲讽之外 是不是其实你们就是 幕后的推手 有不具名的乌克兰高官 就直接讲了 说是情报单位策划的 把炸弹装上了油罐车之后 开到桥上引爆 那为什么会去炸这个克里米亚桥 其实就是克里米亚大桥 他们基本上是南部战线一个 很重要的补给线 延伸的一个道路 好 所以这一次他把它炸毁了 包括陆路 包括铁路都受了影响 虽然目前已经抢通了 但是这整起事件 是让俄方非常的生气 有一个消息传出来说俄方的防长 包括赏鱼谷以及他们参谋总长 说会被撤换因为这个事情 之后会派一个鹰派来接任 这个鹰派说叫做残暴将军 要任命他是苏罗维基来接任 整个俄乌战争的指挥官 还说要发动最严峻的制裁 甚至当地克里米亚的官员讲 这件事情因为会影响到克里米亚当地 他们的一个民生 还有交通的需求 所以让他们的复仇情绪已经触发了 那当然大家就会开始问 先前普京不是已经讲吗 他就在讲说这有可能 我们的核武末日核武 也是放在这个桌子上面的一个选项 所以前北约的总司令就说 要真的有这么一件事情 怕会打基辅或者是哈尔科夫 而最新的一个消息 我们刚才给大家看了 他是直接真的报复了 在基辅还有在这个 他们加波罗热核电厂附近 这边已经先展开了这个 报复连环轰炸的行动 那整个俄乌事件有没有可能 为因为这双方之间的对垒而升级 这是后续大家持续要来看的 因为甚至现在在基辅他们境内 炸了这个克里米亚大桥之后 还大了一个大大的看板 然后很多人在这个看板前面拍照 说要送普京这个生日礼物 普京真的回击了 俄乌战士就怕升级 升级的话 最惨的可能是欧洲 欧洲今年真的很难过 彭博社就在讲 如果你在欧洲这个冬天要习惯 你吃午餐的时候会停电 然后你洗澡的时候 可能会被限缩时间 甚至街道上根本连灯都没有 那么意大利这边的零售商会也在讲了 能源价格上涨引发的通膨 有可能会有12万家的小型企业倒闭 那会有更多的人失业 至于美国的复国银行这边 他们也做了一个分析 说其实现在在做汽车的 他们都在讲 今年就是做多中国 做空欧洲回过头来 为什么 当然都是能源问题 但也有人说不对 能源问题 欧美欧美要切开了 因为美国发大财 他们说美国现在是高价的 向欧洲来出售天然气 让俄罗斯克里米宫发言人 佩斯科夫就讲了 你看看 发财的是美国人 受寒受冻的是欧洲人 现在也有人说了 其实在他们的第二季的净收入 基本上是创下了高单季的利润 远远高于去年同期 真的是这样吗 好 回过头来 先请教赖老师 您怎么样来看在这两天 他们说要庆祝普京生日大礼 但是有可能让俄乌战士升级吗 当然已经升级了 对 黑道在 双方黑道在火拼的时候 都知道要有所规范 有所节制 哪一些是禁忌 哪一些比较愉悦 哪一些有红线 虽然两边是杀的在抢地盘 抢得很凶 但是那些很有经验的黑道老辣 或者很有经验的那些黑道人物 都知道说 我们根据过去的经验 我们都有一个默契 有一个文化 所以我们只能玩到什么阶段 避免已经一发不可收拾 恶性循环 到无可收回的地步 这个就是用在人类的战争中 有的时候也可以用来做这个解释 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有的时候还是要有所节制 打到毫无节制的时候 那基本上来讲厄运就出来了 所以通常我们在一个政治里面 都需要一些 而且需要很强大的 很有经验 很有政治历念 很有政治认识的 这些人来当领导人 可是问题就在于这套选举制度 通常选出来的都是外行人 不知轻重的人 这是我们最担心最可怕的 我们永远在选一堆不知轻重的人 今天乌克兰就是如此 就是不知轻重 俄乌战争为什么基辅 一直没有受到严重的攻击 俄罗斯不是没有能力 我们讲的不知道多少遍 俄罗斯不是没有能力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代表 他不愿意 那为什么他不愿意 那就是代表他还有一些考虑 还有一些 就是说希望未来有个转环 或是有个谈判 或是有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所以他对于基辅 他一直不愿意炸 因为他第一个 他是俄罗斯 就是俄罗斯文化 他们所有的民族文化 都是从基辅起源 所以那边有很多的 他们的共同的文化的历史的 遗迹在那个地方 再加上希望说 未来能够有谈判的目的的空间 那么这些都能够解决问题 因为打仗打到最后 主要还是要政治利益 政治才是目的 军事绝对不是目的 可是问题就在于说 当泽连斯基在普丁的生育 然后对于这一条战略上的大桥 这个战略大桥 它是连通克里米亚半岛 跟俄国本土 民生生活中必须的一座桥梁 所以它是基础建设 基础设施 它并不是用于战争 它是基础设施 当然你也可以说运送部队 可是目前来讲 没有看到俄罗斯透过克里米亚 大量的运送部队往北送 它的部队几乎是由北往南 由西往东 而没有利用这一块 今天你泽连斯基 不管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但是目前来讲 所有的指控都朝向于 你的情治单位 他们所精心规划的 去进行这样的一个 对基础设施的严重的攻击 那你想对俄罗斯来讲 它当然是以牙还牙 一眼还眼 而且它会再加码还给你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对于基础的老旧社区 那是历史的古迹 开始进行攻击的时候 其实只是第一个讯号而已 我觉得未来的打法 就已经是不再有节制了 为什么 因为俄国一直给美国两天的时间 你给我表态 就是你给我表态 但是看起来美国没有表态 所以我们看到 俄国的官方的媒体 他们的说法就是 你美国双重标准 你对于泽连斯基 炸毁我这个平民百姓的 基础设施 造成我平民人员的伤亡 你本身没有任何态度 对于普丁来讲 那就没有节制了 当他一旦没有节制的时候 他就准备 如果你按照你自己拜登所说的 你也准备好 你美国也要准备动核武 那就大家来试看看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危险的事情 马克宏的态度是对的 他说我们对核武的事 不要随便乱讲话 他虽然讲我们 其实他暗指的就是你美国 是 请教将军 因为这一次其实他的回击 他是直接北中南 全部都开炮了 基辅 然后加波罗勒 然后利古拉耶夫 您怎么样来看 这一次的战事升级 以及克里米亚大桥 这个爆炸事件 对于普京来讲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反应作为 克里米亚大桥 他要去爆炸 就是跟刚才赖教授所讲的 因为他是个基础名称设施 打仗打有声力量 他重要的军事设施要塞 或者是他重要的补给战 这个你可以做摧毁 重要的名称设施你不要去打 你如果去打的话 刚好变成落成 变成俄罗斯 他在这个话语前上面 他就占了上风 他就在国内 普遍一报 普遍的播报出来 他的这些俄罗斯的人民老百姓一砍 就是大家变成同仇敌开 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给俄罗斯坐实的可以指责 乌克兰是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 你变成恐怖主义 自己是恐怖 被俄罗斯讲乌克兰是恐怖主义的时候 你看看你在国际上 你就站不住脚 大家怎么样去支持你 我们是不是要是支持恐怖主义 德国要不要支持恐怖主义 法国要不要支持恐怖主义 美国要不要支持恐怖主义 要不要 那就变成这个样 你变成英小失大 把这个克林比尔雅代表炸毁了 我很高兴 这是我的战果 但是问题是坐实了 孙子比法上有讲 小国之间大国之情也 你小国跟大国之间 比起乌克兰他这个军事力量 还有他国力来看 跟俄罗斯他差一截 你今天做的这些动作 他更大的报复 你叫俄罗斯都吞下去 不可能吞下去的 他会做更大的报复 所以对刚才我讲的 扎波罗热 尼果拉 耶夫 包含基辅 都做了这些报复性的打击 那不是就变成这个样子 承受更大的这种灾难 第三个我认为 你会坐实的让俄罗斯将来 使用战术性核武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你这下一步可能就上到这里 可能会 我有理由了 你就是你炸我的民生设施 我老板已经要生活 你这样弄的话 那我刚好我就拿核武做报复 那为什么 你是恐怖主义 你变成这样子 所以他是变成 提供俄罗斯这些 这些我们讲到的 这种话语权的素材去了 他变成这样来做了 本人乌克兰讲说 我是保护我国土的一种盛战 现在结果不是了 你是一个恐怖主义 你是这种破坏民生设施 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变成俄罗斯他将来说 使用生化武器也好 恐怖主义也好 还有对大规模毁灭性的 杀伤性武器的使用 俄罗斯他都有这些理由 来使用他的有限式的战术机 合伙的大企业 你这个商业看一看之后 这变成乌克兰在国际上 他也会受损 大家对他的支持度一看 也会降低 本来是这种盛战 是这种异战 你现在变成恐怖主义之战 这种状况之下 并且自己变成恐怖分子之一 被人家套上这个 我们讲到套上了这一个 样板之后又很难洗掉 是 来 亮哥 我这边有一个统计 基辅是五枚导弹 然后尼古拉耶夫是十枚 扎波罗者是十二枚 所以越南也没有 扎波罗的十二枚 受重创的是乌南尼古拉耶夫 尼古拉耶夫的司令部 整个被炸掉 就说他炸司令部 炸总统府 对 然后听说副司令员阵亡 然后北约的顾问全部死亡 听说这个就是他的乌南指挥部 乌克兰的乌南指挥部 所以他的重点是打尼古拉耶夫 另外一个就是扎波罗者 扎波罗者因为本来就 他没有完全占领 所以本来军队就在对峙中 主要是乌南司令部被炸 这个东西就是 如果哲伦司令你不知情 或是你的激进势力所为 你事后的反应也应该要缓夹 结果他讲那个话 一副好像他知道的样子 他说今天天气晴 那克里米亚大桥上面一片乌云 那你的意思是 你知道 你很高兴吗 所以我认为这个事后的回应 也不恰当 那当然就引起他的愤怒 因为那天是普京的生日 黑道火拼 你也不能够针对黑道头目的生日 那天动鼓 那天就是普京的生日 而且这个大桥是普京亲自接木的 对 所以这个就是太明显的 而且民生设施 所以这个真是一发不可收拾 等于是在他大寿之日 就是故意去闹场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所以他就不得不出手了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